大家好,印度媒体最新曝光了中印两军撤军的方案 这个撤军方案简单给大家说一下,这是印度时报12号报道的 印度方面和中国方面已经大体上同意从班公湖到储树勒地区的摩擦点撤军 撤军方案主要就是说双方从班公湖北岸开始第一阶段撤离 解放军将撤回到第八指以东地区 班公湖有八个手指,看地图可以看 一到四指是印军控制,四到八指是解放军控制 印军认为到第八指都是印度领土 这回解放军第一阶段将撤回到第八指以东 完全撤回到印度认为的印度领土范围外 解放军撤出第八指以东 这是印度方面他公布的撤军 解放军撤到第八指以东 第四指到第八指长达八公里 印度媒体认为中国一直是占领了印度的领土 这是印度方面认为 那这一次说的这个撤军计划 也就符合了印度方面的主张 中国从第四指往后撤到第八指以东 撤出了四个手指 而印度方面撤是从第四指向西 撤到第二指和第三指之间 你看只撤了什么 只撤了两个指 中国后撤更大 撤到八指往后 对吧 而印度只撤两个指 还是在实际控制线附近 那我觉得这个呢 在表面上看好像对印度有利啊 撤军的分阶段进行啊 每阶段撤三分之一的驻军 要撤走 这个呢 主要是因为马上冬天来了 在海拔这个 海拔这么高的情况下 部署这么多军队 这个冬季来临会有大量伤亡 所以双方还是决定撤军 这是印度的印度时报报道的 印度经济时报呢 也报道第九轮军长级会谈 很快啊 这几天也会召开 双方同意啊 考虑在下一轮会谈中 签署正式协议 那这个撤军协议可能在下一阶段 那中国的这个 环球时报啊 也出来辟谣了啊 认为印度说的这个撤军方案 其实不符合事实 他说啊 中方消息人士认为啊 一直以来印度对中国啊 实际控制线抱有不切实际的想法 单方面认为四指到八指区域 是印度一线部队的巡逻区域 不承认历史事实 希望在中印争议地区捞取利益 为中印谈判捞取 那你从双方的这个报道上啊 你可以看啊 中国方面否认 印度方面呢 言之糟糟 这个逻辑其实很有趣啊 按现实来看啊 如果第四指到第八指之间 中国撤出 撤到第八指以东 那印度一线部队可以在啊 第四指到第八指进行巡逻 那印度方面的这个媒体啊 就会大肆报道 印度国内的民众认为印度就胜利了 既然是胜利者 我们就撤离 我觉得是给印度可以有个台阶 但是这种呢 宣传呢 为什么说是一种误导呢 就这种宣传和实际的 如果不相符的话啊 印度人民 他可能会更愤怒 道理很简单 就说白了 中国不会同意的 就是印度 印度方面啊 都是一厢情愿 印度的这个 他的这些军方啊 他想以胜利者之姿态撤离 这样的话 对印度军方来说 他更有面子 是吧 我们并不是是吧 失败者撤离了 我们也没有丢掉领土 我们虽然后撤了 但是中国撤的比我们还要远 对吧 撤到第八指引东去了 那这样印度军方能向国内交代撤军了 被打死那么多人 我们还撤了 但是我们是胜利者姿态撤的 你看中国人撤的更多 这是印度的一个目的啊 也是印度的一个逻辑啊 但是这样如果和现实不符的话 印度老百姓 对吧 我觉得如果知道真相的话 其实对印度军方更不利啊 就是中国那个 《传军时报》这不也讲的很清楚吗 不切实际 也就说明了中国其实不同意的 不同意撤到第八指引东地区 我觉得更可能的是中国希望啊 双方等距后撤 你撤到二指到三指之间 中国呢撤到五指到六指之间 等距后撤 这个才我觉得是中国方面的意图啊 但印度可能想要什么 想要拿媒体提前曝光 然后胁迫中国来同意 你如果中国不同意 我提前曝光了吗 这个撤军计划 如果你不同意 那是你破坏了撤军 印度经常用这个媒体啊 用这个媒体来发一些消息 来怎么说呢 达到自己的目的 达到自己军方或政治上的目的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你压迫中国没有用啊 中国绝对不会同意 那你从印度的这个撤军计划和 之前讲的一个媒农啊 十四军新任司令媒农的态度强硬可以看啊 印度就是想利用这种强硬 逼着你中国让步 因为他知道双方都想撤 那我撤的时候我这种强硬可以为我的后撤换得一些力 最简单 我可以少撤一些 你要多撤 我觉得这是印度跟印度人打交道一个特点啊 印度人总是想占点小便宜 他认为中国会吃点小亏 然后呢 双方都撤 这是印度人的态度啊 你跟印度人交往多了 你就知道他要占点小便宜 就是中国人呢 你让让我吧 你多撤点 然后我们宣布我们胜利了 然后我也撤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印度人的想法很幼稚啊 就是中国呢 其实也不会因为啊 我们为了撤 为了这个边境地区和平 就放弃自己的利益 也不会 所以我觉得双方啊 未来这个谈判还有得谈 就只能让现实来打印度 现在印度认为自己还可以啊 我们可以在冬季 还挺一挺 我们还有还有准备 但真正到冬季的时候 印度可能受不了了 那个时候 印度可能就放下他现在这么强硬的态度 那可能就真的啊 双方来谈 哎 后撤的问题 那个我觉得才是现实啊 所以现在 嗯 这个气候啊 还没有完全啊 还没有下雪 还没有完全进入冬季 印度方面还可以强硬 但是越往后 其实啊 我觉得印度手里排不多了 他这种强硬已经毫无理由了 也没有任何支撑了 到冬天 印度的后勤啊 再加上一些冻伤 我觉得印度军队就知道了 还不如提早就撤了 老想要着一点小便宜 老想占点小便宜 其实没什么好处 所以我后续看吧 第九轮能不能签这个撤军协议 得看中国 我觉得中国呢 现在应该比印度 更有把握 对吧 至少中国的后勤在冬季 后勤更 那中印的这个谈判呢 后续啊 我会一直啊 我会一直跟大家报道 应该进入 也是进入到关键时刻了啊 第九轮可能也马上召开 我会及时的啊 给大家把第九轮的 相关谈判的情况 给大家及时汇报 另外第九轮就是看双方啊 像不像印度媒体说的啊 双方可能要签约啊 停这个撤军的签约 我个人认为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中国如果同意撤到 第八个手指以东 我觉得中国会损失很大的 中国现在没有必要啊 现在印度是最着急的 中国的媒体什么都不着急 是吧 我们中国人现在有信心 到冬天号码 后勤 是吧 而且我也亲自去这个 班公湖那个地区看了 中国的后勤没问题啊 所有都是非常畅通的 高等级公路 有飞机 有是吧 有公路运输 非常顺利 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啊 到冬天 印度反而着急 所以你看越往后拖 其实印度手里的牌越小 所以我个人认为啊 第九轮应该不会签约撤军 而印度呢 越往越往后 冬季越来越冷了 印度可能更着急签约撤军了 所以这个撤军呢 现在看啊 印度方面是挺着急的 这是我一个判断 咱们看第九轮吧 因为这个事还得双方协调 看最后结果 第九轮开始的时候 我会第一个时间啊 给大家报道 谢谢大家